昨天的比赛在浙江平湖 当湖时局公园的永年阁上进行 有等级分排名第四的公子豪对阵等级分排名第六的连孝 本局连孝直黑先行 齐军一上来双方就大杀大砍 高强度对抗 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局面一直是白棋靠贴幕而稍微领先 中盘战斗 双方各有一条大龙没有活进 两人借此相互威胁并形成结征 最终直白的孤子豪凭借更多的劫彩而绞杀对手大龙一举拿下比赛 这是孤子豪职业生涯中赢得的第三个国内头衔战冠军 他将和亚军连向一起 代表中国参加下一届亚洲杯电视围棋快棋赛 对于未来我觉得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吧 然后反正比赛时候就好好下平时好好训练就行 尽量把握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 好了 好